女人身怀失心之痛,一直隐藏在黑帮,只为报仇 看着眼前的仇人,她只有放手一搏 随即拿起装买药的瓶子,砸响了摄像头 拿起沙发的靠垫走到男人的身旁,刚要动手 原来这只是一场噩梦 而此时的小美,所有的举动都被阿泰看在眼中 面对这个女人,她无畏杂陈,其又参半 阿泰命手下找来一个医生,来替换小美 看着疲惫的女人,她有所心疼,随即带她来到了花园 阿泰第一次如此温柔地与小美交谈 而二人此刻亲密的对话让阿泰女人看见,让她醋意大发 当二人要回到豪宅内,小美却拉住了阿泰 她祈求阿泰放自己出豪宅半天,看着满眼希望的小美 她不忍心拒绝,随即又把小美的手机还给她 这样的阿泰让小美有些暖心 而另一边,莱叔和女孩分别被人掳走 此人正是大嫂的父亲 她不相信老大已经死去 所以四处调查阿泰家族的线索 面对黑帮女孩还是害怕 随后把知道的事情全盘拖出 而莱叔却与她有一些渊源 原来小美父亲的死与莱叔有直接的关系 多年前,莱叔收下别人的钱 把假消息放给了小美的父亲 让她惨死现场 因此,莱叔一直觉得亏欠小美 担心弟弟音讯的小美 躲在楼梯间给莱叔留言 而这一幕却被老二的女人看见 她急忙把手机抢走 质疑电话那边是谁 并逼问手机密码 二人的争吵引来屋里众人的围观 不认得一句话让小美再一次陷入危机 小美表示 老大想欺负自己 自己也很害怕 只有大嫂来帮忙 而老二的女人却不依不饶 此刻兄弟二人的父亲也温身而来 她命令小美把手机打开 面对眼前的一幕 小美只能把手机抢过来 直接摔到地上 而就在此时 阿太及时赶到 他才能把手机抢过来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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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